大家好,这里是PC online,我是大锤 我所能来到的就是这次的主角 酷派风扇Max 机身正面顶部听筒 前置摄像头和传感器一字拍开 与现在很火的大白脸并不相同 正面采用了5.5英寸1080P下谱屏幕 并采用了康宁大星期第四代玻璃 屏占比高达86% 屏占比还是相当不错的 机身的底部双强声器采用的是对称设计 这样看起来机身更加的协调 背部采用的是全金属机身设计 金属覆盖率达到99% 那剩下的1%这就是天线了 后置摄像头采用的是 索尼1300万相处摄像头 双色纹闪高灯 拍摄效果还是不错的 中间就是大家熟悉的指纹十倍模块 下面就是酷派最新的logo logo的设计更为时尚圆润 更加符合年轻人品味 大家都知道酷派主打的是安全性能方面 那么这次酷派风扇Max拥有两个空间 除了日常使用的风扇空间之外 还拥有一个私人空间 顾名思义 这个就属于我们的私人保险柜 可以放自己的私密消息 或者是支付消息等等 还其中还有一个安全金融商店 下载的APP都是不会有木码的 安全性很高 两个空间都是独立运行的 可以随意切换 这对于消费者而言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除此之外呢 酷派对底部的虚拟按键 进行了一些人性化的更改 可以将虚拟按键隐藏 也可以让用户自主器 更改虚拟按键的位置 使得更加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其他的的高通骁龙6158核处理器 有3GB RAM和16GB ROM 3GB RAM和312GB ROM 4GB RAM和64GB ROM的三种组合方式 类置2800mAh容量的电池 运行Android 5.1 酷派风扇还具有一键换机的功能 可以使用这个APP 直接一键将自己的内容转移到新手机中 当然还有双微信功能 可以在一款手机中上两个微信 好了 这一次风扇Max的上手就在这里 我是大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